感谢您关注夜听 我是小哥 收听更多节目 请您关注夜听的微信公众号 今天给您分享著名作家 马德先生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名字叫 活法决定你的位置 一位画家说 他有午睡的习惯 然而有一天 心怦怦的狂跳 睡不着了 原来是他的两幅画 突然卖了很高的价钱 他一想到卡上的那一长串数字 就激动不已 因为这点名声 他开始频繁地出入各种沙龙 各式饭局 非但午睡没了 晚上也开始长时间地失眠 他说 原先安安静静画画的日子 就似乎活在天堂里 自从名利来了 便一脚踏进了地狱 北京有一个朋友 开了一家公司 他交友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 但凡谁往生色全马之地带他 他就跟谁绝交 他因此得罪了一些人 但更多的人聚拢到了他的周围 原因只有一个 大家都觉得 像这么活着的人 太弥足珍贵了 汪曾祁先生写过两个京剧名家 一个叫肖长华 一个叫冠圣吉 肖长华一辈子挣的钱不多 但都给别人花了 他买了几处墓地 是专为死后没有葬身之地的穷苦同行预备的 又穷苦唱戏的 家里死了老人 办不了事 就到肖先生那里磕个头 报丧 肖先生就问来人 你估摸着大概要多少钱才能把事给办了呀 来人还没答复呢 他就去箱子里取钱了 而肖长华本人却活得足够洁减 自己从不坐车 到哪儿都是步行 他的长寿之道则是 饮食清淡 经常步行 问心无愧 另一位名家叫冠圣吉 也是个丑角 可惜他死得早 据说有一天他身体状况很是不好 家里忙活着 怕他那天过不去 结果他老人家说 你们别忙 今儿我不走 外面下着雨呢 我没带伞 您看 人都快不行了 还这么幽默 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啊 都是我们左右不了的 譬如翻云覆雨的命运 扑朔迷离的生活 但有一样 我们是可以掌控的 那就是自己的活法 其实到头来会发现 人生快乐不快乐 幸福不幸福 全然不在于你有多少钱 在什么位置上 而在于你怎么活着 活法好 才会活得好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小哥 晚安 每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